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同志 與洲洲出事 那我把畫面切過來喔 接下來講的是 過程Science 產品的資料庫 過程Science 美國科學促進會 所的一個非營利性機構 那他所致力於的就是在於 支持科學家的一個交流 然後呢 這些科學呢 都可以在不同的社會上的議題 所發光發熱 所以都可以再利用這樣的一個科學size 來做一個跨領域的一個研究分享 那他是一個非營利性機構的一個組織 所以他其實提供了很多相關的資源 給很多的科學家 那在AAAS這個出版社底下呢 有很多個出版品 那其中有中間這個Science 然後以及Science Translation Medicine 轉移醫學Science Express Science Classical 跟Science Singularity 那我們等一下會大概各自介紹一下 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關於Science呢 他是從1880年開始出版 好久好久以前的年代 那他是誰呢 他是由這個發明燈泡的艾迪森 他所資助一些獎益金 那讓這個Science可以做一個出版 那中間其實他的出版過程不是很好 因為閱讀的人不是很多 那到了1883年的時候呢 他就再次出版 所以之後陸陸續續到現在 所以他的資料庫裡面的內容相當的多 這是Science第一卷第一期 所出版的一個頁面呈現的畫面 好 剛好介紹到的是說有Science Online 那Science Online呢 它是從1997年開始到現在 它是週刊 所以它從1997年每一週都會有出一本期刊 這樣子 然後它是Science Online 所收錄在這個Science Online裡面 那1996年之前 就是從1880到1996年的話 就屬於是過刊 所以我們用顏色來區別 過刊的部分叫Science Classical 接下來介紹的是Science Express Science Express就是說 這文章已經收錄在Science Express 但是它還沒有印出來在Science的紙本期刊 或者是Science Online的電子版刊裡面 就是類似是說搶先看 科學的文章搶先看 所以它是Science Express 這樣子就是三種產品 2013年的時候 它影響指數有達到31.46 其實真的還蠻相當高的 我們剛剛看到ACES的期刊 其實都是十幾或是個位數 但是31.46真的很高 OK 這是Science的一個它的產品 剛剛還有提到另外兩個 一個是Science Signal 那這一本期刊呢 它就是特別在講說 它是細胞訊息研究的傳遞 那它是一個同才評論的一個 互動性的一個資料庫 然後影響指數有6.34 接下來介紹的這個是Science Translation Medicine 它是轉譯醫學 所謂的轉譯醫學在現在 其實還蠻也是正夯 蠻流行一正好幾年了 那這個的用意就是在於 從實驗室的一個研究 轉到臨床的一個發展 那會讓跨領域不僅僅是指是在醫學上面 有可能是在不同的學科領域 他們的融合了科學跟醫學方面的一些研究 那從這邊呢 可以由Science Translation Medicine 這個期刊裡面可以看得到 那它是比較晚初刊的一個期刊 但它的影響指數其實也不錯 14.41 這是Science Translation Medicine的部分 好 這個呢 是新的 Science Advanced 這是新的期刊 它是Open Access的期刊 它所收入的也是跨領域的 那它跨的領域更多了 我們從科學領域裡面來講 它跨了電腦工程 生命科學等等 社會科學都有 那它的這個組編呢 就同樣就是Science Online的一個組編 是同一個的 那預計 它現在還在收稿當中 預計2015年的2月 它就會出版上線 所以到時候呢 大家都可以上線去看它的這些 相關的裡面的資料 好 這是Science的一些 產品的一個背景 好 那我們來當然要介紹主要的 就是我們學校訂購的Science Online OK 這是Science Online的網頁 首頁點進來呢 它上面有一些功能列 功能列上面有一些news news就是新聞的部分 Science Journal 剛剛提到的Science Science Express Science Translation Medicine 等等 這些都從這個地方點選 就可以看得到 然後有提供了一些工作的一些 職場工作的一些經驗分享 或者是工作職權 這邊都可以看到 以及它的多媒體 還有它的topic的部分 然後我們等一下那邊一一會介紹 下方這邊呢 它是介紹的是一些精選的主題集 譬如說有時候 我們的食品安全影響了全世界的時候 它就會在這邊出現 或是說之前很流行的SARS 然後這也套為 它也會列成一個精選的主題集 讓大家去來了解說 何謂SARS SARS會影響什麼等等的 那就是會用一個SARS的主題 會秀在這邊 讓大家能快速閱讀 了解一下什麼東西 各科學上面 跟我們生命中息息相關的一些資訊 都會在這邊 這是網 它的首頁的網站 好 那我們從功能列這邊來介紹 從這邊看到的是 第一個是News 剛剛有提到說 它就是收錄了很多新聞的東西 以及一些新的最新科技的發表等等 都會在這邊所呈現出來 那我們可以從這邊去做點選 譬如說 諾貝爾獎得獎祖德等等 這邊它都會有呈現在這邊 那可以從這邊去看 再來介紹的是SARS Journal 剛剛有提到說 它有好幾本期刊 從這邊看畫面的左上 SARS Signs Signs 等等等等 這邊都可以看到 所以你個別點選的話 就是去看每本期刊裡面的內容 那我們主要是定SARS這邊 好 那SARS的頁面這邊呢 當然剛剛除了這邊畫面 可以看得到以外 下方也是 它就直接是有SARS SARS Signs Signsingling SARS Translation Medicine 那在這邊下方就是看得到說 它下載文章的Top 10 就是被下載文章的Top 10 你都可以從這邊看到 那它有分 今天被下載的 以及上週被下載 以及上個月被下載的最高Top 10 都會呈現在這邊 你就可以直接從這邊點選 看得到現在大家在研究什麼 了解的趨勢是什麼 好 第三個功能列呢 是提供的 它就是一些工作的子缺 可以讓你去找 如果你有興趣想要到國外去工作 但你可以從這邊來找到它一些 相關的資料 好 接下來介紹的是多媒體的資源 這裡的資源可豐富的 很多很多可以從這邊可以取得 那我們從第一個來看 這個是Science的Podcast 它這個是介紹了一些 就是Science裡面的一些工 一些資源 然後告訴你說Science裡面收入了些什麼 以及它的簡短的介紹 還有一些它跟主作者的一些的訪談 那這邊可以有點像是 你可以練習你的英文聽力 你可以播放來聽一聽 它裡面的一些介紹的資源 第二個呢 介紹的是它的image跟它的slideshow 好 假設呢 它這邊呢其實提供了很多的不同的主題 那我們假設來看一下第一個主題 它是跟人緣有相關的緣 就是像猴子的這個人緣 我們來點進來 它告訴你說它其實有14篇 從這邊可以看到 它有14個image 就是圖片 可以讓你做運用 OK 然後每一天你就按這個按鈕 這個三角形的按鈕 下一個啟動 它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人緣 它的一個分布的情況 然後它所挖土 出土看到的一些資料的內容等等 那因為頁面很多 你就要選了幾篇 那個頁面可以讓你來做運用 如果你對這個主題有興趣 你都可以把它的影片 它的slide download下來 來做你的研究上面的使用 好 第四個是video portal 那video portal這邊呢 它就是列了不同的主題的 portal 很多的都是跟video有相關性的 所以一樣你也可以從這邊去取得 你所想要的一些video的影片 那下方這邊呢 它有幫你分的video的影片 因為科學真的跨的領域很多 所以它有不同的科學領域 所含在的主題 譬如說 科學跟經濟有相關 科學跟工程有相關 跟環境有相關等等的 你都可以從這邊去再做 主題的分類方式 然後去選擇你要看的video 好 除了這個以外呢 當然我們可以從 譬如說實驗室的video 或者是science original的video等等 news的video 剛剛我們提到說 上面這邊有個news 這裡的news是指的是有文章 它也有video 但是這裡面的portal部分的video 就是全部都是影片這樣子 ok好 最後這個tutorials部分呢 是指的是science 他提供了多國語言的線上教材 所以從這邊的tutorials 你可以去看到的是 有繁體中文的介紹 介紹science online這個資料庫 或者是有西班牙語 或者是德語 法語等等的 然後如果像我們學校的國際學生 他就可以從這邊去取得 他的一個線上資源 就可能譬如說他沒有辦法來上課聽 我可能在家裡就可以去 藉由這樣的video 有去了解science online是怎麼樣去使用 ok 這是他的video的部分 好 接下來這個的部分呢 是一個互動式的海報 或者是圖簡 那你可以看到說他每一個海報呢 有不同的主題 從這裡的主題你點進來之後呢 他的海報是可以讓你download做運用 然後他是一個互動式的一個海報的呈現方式 跟我們的一般海報poster是不太一樣的 好 再來介紹的是womennews 就是他的線上的一些 算是研討會 也不算是 就是一些說明 譬如說有時候他會針對一些主題 針對一些科技主題來做一些 線上的一些教學 或者是發表 那因為呢science他是在美國 所以我們通常有時候上課時間 可能台灣是繁業 所以你自己就是斟酌一下 而且有時候 他可能有些是免費 有些是需要付費 如果你有興趣 也可以從這邊來取得 看到一些相關的資料 ok 好 接下來介紹的一個功能列 是一個topic的部分 那這裡的topic 就是指他的collection 他就有分了三大主題 一個是life size 生命科學 一個physical size 跟一個其他的subject 那其他的subject 就是指譬如說在哲學方面 在經濟方面 或者是在體育方面 跟科學有相關性的一個 跨領域的一個結合的運用這樣子 所以從這邊也可以看到 那我們點進來 你就可以看到說他的life size 占了文章篇數有多少等等 那在這裡面呢 其實在life size裡面 占了百分之 將近快有五十是一半的 就是跟生命科學相關的 都是會收穫在這裡面 反倒是其他主題的科學 比較少一些 那這是他Science Online 所最大眾的一些主題 好 那怎麼樣進入到我們的期刊呢 Science Online的期刊裡面 在current issue的部分呢 就是最新的卷期 archive的部分 是指Science Online Archive 所以從1997年至到現在 都是可以看到的 就OK 剛剛提到說Science Online 他是週刊 所以在到上一週的 他就全部放在archive的部分 然後在新的一期的 他就會放在這上面 然後他從這邊 你可以看到他的封面 以及他的摘要 以及他的view 說他有提供的一些 special的issue 都會放在這裡面 然後提供了有Science Express的部分 Science Express就是文章收錄 文章已經收錄 但是還沒有印製出來 就是放在Science Express 這個部分 學校如果沒有訂購 是沒有辦法看到Science Express的 OK 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說 他過開的部分 他就會把所有的archive 剛剛提到1997年之後到現在 全部都秀出來 利用封面的方式做排序 可以看到我們展開之後 畫面往下 因為畫面很長 然後就可以看到 他把它列展出來 到1996年之前的 全部都是屬於Science Classical的期刊 Science Express的部分 那如果點選的話 你就可以看這邊 那你可以看到Science Express的資源 好 在Science Online這邊呢 Current Issue的部分 一樣我剛剛提到說 他可以點他的封面之外 他可以看到目視 我們點他的目視 點進來之後 一樣跟ACS剛剛的方式很像 你要點選的時候 你就直接看你要看的部分 像我們以research article 來做一個點選 假設我們想要先看一下 他的研究的一個文章 點進來之後 他就是看到research article 那你把有標 靠近來這邊的時候 他就會出現這個灰色的框框 告訴你他的摘要的一個顯示 然後你就不用直接去點選 他這裡的摘要 或是直接看他的全文 你可以先把油標靠過來 他就可以看一下 裡面再要是不是我需要 我需要接著看這篇文章嗎 好 然後另外他提供的格式有 PDF檔案跟HTML檔案 以及一個 呃 呃 輔助的一個 呃 一個資料來源 好 等一下介紹一下輔助資料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PDF檔案 PDF檔案就是一樣 他會幫你另開幾個格式 然後畫面這邊呢 就是告訴你說 請你個人使用 不要商業化的使用 就是一些著作權的一些告知 那看完這個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說 他的文章摘要以及編輯的一個概要 在現在呈現的方式一個是HTML的格式 HTML格式你就可以直接點進來 然後有所有的連結都可以做連結 然後看他的摘要的部分 以及他的點選這邊可以看到 他的那個編輯者的一個sulterize 畫面往下拉 這是HTML檔案 所有的剛好提到說 他的HTML檔案就是可以做一個連結 如果說你把他的優標指到這個有連結的部分 他就會秀出說他的一個相 他的參考來源 像這個是指的1、2 這都是參考來源 那我們就可以去看 我要這個參考來源的支援 可以再延伸我的相關性的文章 在HTML檔案裡面很方便的就是說 你也可以直接看你要的一些圖片 那你可以開啟他當作是另存一個檔案 我們把它開起來 對不起畫面往上 我們把它開起來 那你就可以看到他的一個圖片 會秀出來會比較大一點 除了這個以外呢 你可以把它的圖片 download下來成一個PPT 一個sulterize 讓你在你想要做你的研究報告的時候 可以使用 你download下來的一個sulterize 他連筑記都會幫你download下來 所以你可以從下方這個綠色孔裡面 看到的是他原有的筑記 所以你可以更了解 他這個圖片裡面在敘述些什麼 就是這個一個作者的一個使用的方式 一個貼心的一個sulterize這樣子 另外呢 剛剛有提到的是說他的一個 輔助的一個工具 這裡呢就是在講的是說 他的參考的資料與注釋 在這邊呢 輔助的工具呢 不見得都會有 而且輔助的工具就是 輔助的工具正是在於 紙本期刊是沒有的 線上版本 算是sulterize online的獨特的東西 OK 好 那我們如果畫面往下拉的話 他就是會看到說 他的reference和他的notes 每一個本 每一 這一篇文章 所參考的reference 都會在下方這邊做呈現 你只要點選這個到回去的資料的話 他就會回到HTML的文章格式的內文 然後後面這邊提供的就是有一些 CrossRef或是Mainline等等 Web of Science Google Scholar的一些 額外的延伸的全文的部分 OK 好 那有提到的就是說 線上版的補充資料 這邊呢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他是 紙本期刊不會有 然後只有在Science Online 才會有獨特的一個補充資料的來源 那這邊有些都會提供他的相關格式 譬如說他是 Videos檔案的 或者是他是 CDRON格式等等 都會在這邊做一個補充說明 好 接下來呢 介紹的是 剛剛是利用一個瀏覽的方式來做 大致看一下說 線上來我能提供某些什麼資源 那如果說我有一個關鍵字的時候 我就可以做檢索 那從這邊呢 這是Science Online的一個首頁 這邊有個倒三角形點選之後呢 他會秀出說 你要直接找的是Science 所有的期刊 或者是Science的News的部分 Signalty等等 都可以做一個篩選 然後呢 如果你們在沒有做篩選 預測紙就是放在全部期刊 都會去做查選 然後在這邊輸入你的關鍵字 這樣子就是最基本的 簡單檢索 旁邊有個進監檢索 然後一樣就是剛剛提到 有兩個關鍵字以上 或者是你要設定年代的時候 就可以在Advanced Search 這邊做一個檢索 好 點進來之後呢 畫面這邊他會幫你預設的 就是你所有的期刊都要做檢索 那你也可以做公選 把它點不掉 因為可能學校沒有定位 不用去查 因為查也看不到全文 OK 看你就自己決定要不要做一個社群動作 那下面呢 就是輸入你的關鍵字 然後是 譬如說你的關鍵字要查詢在 他是 查詢在作者或者是開頭的部分等等 那所有的關鍵字 像我剛剛輸入一個食品安全的關鍵字的時候 如果你認為他是兩個單字的時候 你就是 就是認為 就是預設值是選在 All of these words 就是他所有的資料被查到 如果你認為他是一個片語 一個單字 食品安全就是一個單字 請你選擇 他是精確的一個片語 你把它勾選 他就會去找尋食品安全的 這樣一個字也的環線字 在你的一個檢索範圍裡面 如果你沒有勾選的話 他就會去找所有的food 所有的安全的這個單字 secretion的這個單字 去做測取 那他就不會去幫你找食品安全 這個一個片 OK 這個地方大家大概懂 這個功能是一個小技巧 會讓你找到的資料更清楚 更貼近你要的資源 OK 那我們畫面往下 這邊再接下來介紹就是說 他的一些 譬如說他發表的時間 年代 然後以及你要選擇的一個 搜尋的一個area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按下搜尋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這邊預設的 檢索的方式是從2001年到2011年的 然後有關於癌症的這個單字的一個檢索 然後檢索出來的結果 會呈現這樣子 那這邊呢 Science其實他很貼心 他知道有些學校其實並沒有訂過什麼什麼產品 或者是沒有訂過Science Classical等等的 在你的頁面每一個 每一篇文章前面都會有出現他的來源 在這邊你可以看到他是Science Science Science experience 所以表示這個可能就是沒有辦法看到全文 OK 他就會出出來原 都會幫你秀得很清楚很明白 如果說你要修改你的這個呈現方式的時候呢 你可以在那邊做一個修改 第一你可以Modify the search 就是說重新輸入你要的關鍵字 譬如說我不想要再設定是2001年開始的 你可以說從整個Modify這邊做重新 他就會回到你剛剛我們檢索的上一頁 那或者說你要改變你的一個檢索的一個page的頁數 譬如說他現在預設值就是10筆才秀出來 那我可能不要一次幫我秀這個頁面 直接幫我秀20筆30筆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在這邊做一個重新選擇 好 那接下來介紹 這以上是介紹的是 攝取的一個功能 接下來介紹的是個人化的功能 個人化功能一樣呢 也是要先註冊個人化的帳號密碼 然後他會幫你申請一個 他會把你寄一封信到你的 你註冊的email信箱 然後做一個開啟動作就可以了 好 接下來大概介紹一下他怎麼樣註冊 註冊呢 從這邊點 剛剛有點選之後 這邊有個regester 點進來然後輸入你要的你的email 註冊的email 然後你的國家 然後呢 你的email呢 有沒有需要收入到一些相關的廣告信 譬如說來自於Science的 然後以及有些其他相關主題的 你都想要收入你就打勾 或者是只要收入到Science他們 所出版的一些廣告訊息 那你就這邊打勾 不打勾也可以 好 然後newsletter就是Science 所出版的一些newsletter的消息 你想要收到的話你就打勾 OK 好 假設都不打勾也沒有關係 最後這個要打勾 表示你同意你要申請這個個人化的帳號 然後這個要打勾 然後按下勾 按下勾 按下完之後呢 這裡有一個AAA S的number 請你如果有可以的話 你把它保留下來 這是因為你自己的一個個人化的一個 註記的一個編號 然後你的email 你剛剛的註冊的email 然後按下 complete完成就可以了 是有一點點麻煩 回來之後還要再註冊一次 填寫你的一個個人化的資料 填寫完B之後 然後你的username 還是我自己設定 設定完下方這邊 按勾選 你有AADiggo Science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完成了 他會寄到眼衣封信 寄 欸 為什麼電話會在這邊 他會 等一下 是登錄帳號的部分 好 註冊完B 他會到 寄到你的信箱 然後進來之後 就是在畫面的右上角一個三印 點進來之後 那就是login你剛才註冊的帳號密碼就可以了 就可以使用 那怎樣使用個人化的功能呢 就是他有以下 我現在要介紹的這些功能可以使用 這個畫面呢 是在於你已經檢索完B 你的資料 然後他呈現出來的一個result 就是他的一個結果 然後你要先 第一你要先做登錄的動作 我才有這樣的功能可以使用 好 登錄完 然後你可能在檢索的時候 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前方都每一篇文章 前方都有個小方框 要在於你儲存你的資料 你要把你的文章儲存在你的資料庫 你的那個個人化功能裡面的資料夾的時候 主要先做一個勾選 勾選完畢 譬如說我勾選第一筆第二筆 然後我就要把它儲存在MyFi的 就是我的資料夾裡面 或者是說儲存我的search 所謂的search呢 就是我剛才輸入的一個檢索策略值 譬如說我剛剛輸入的是 2001年到2011年的cancer的相關文章 這樣子的一個檢索策略值 真的可以儲存下來 因為我下次回來的時候 我可能只要登錄我的個人化功能 我就不需要再去重新 去再做重新攝取的一個動作 我只要做一個refin就可以了 好 一樣呢如果你沒有 你進來之後 你忘記了先做登錄 在這裡有個mysize mysize 就是一樣是我的個人化功能的一個資源 好 點進來之後呢 你這邊是一個個人化功能的一個頁面 從旁邊你可以看到說myfinder 就是我的一個資料夾 我資料夾裡面有很多個 你可以看 這是我已經之前已經先建立過的一個資料夾 那你在這邊可以先建立一個新的資料夾 然後按下go就可以 如果你要移除掉也可以 然後或者是說你要更改名字 更改你的資料夾名稱也可以 所以這些都是我自己之前自己已經建立過的資料 那裡面就會秀出說你這些資料夾 裡面有幾篇文章 這是這個資料夾 那如果說我儲存的是買我的search的部分 就是我剛剛說的檢索策略值 這樣的用意是在於 因為我們在研究的時候 常常都是同一個主題 可是可能改變的只是 某一個主題跟搭配另外一個學科 另外一個主題性 或者是說我的年代只是做一個改變 可是我不需要特別去一直去run 或者說他可能在這個主題底下 可能我現在設定的 我可能是這個月來看 可是我可能過了兩個月之後 他一定會有新的文章進來 因為search他是週刊 他有新的文章可以進來 所以我只要去run research的時候 我就可以看到他的相關資源 有進入到這裡面 那他就會呈現給我看 好 那我剛剛就是儲存的是我的一個資料 儲存在這個cancer裡面 就可以看到儲存在這裡面的一個 我的search的一個功能 好 另外呢 除了剛剛有提到說 你可以把你的文章儲存在資料夾裡面 然後儲存我的檢所策略值 也可以有一個新檢所結果的一個通知 譬如說他有新的一個 result 出來的時候 就會通知你 那你可以硬要按下 allowed 就可以了 那在按下 allowed 下面呢 就輸入你要的 allowed 名稱 然後點點 你可以去做一個篩選 然後這邊也是先預設一個 cancel 的部分 畫面往下 他其實預設指已經幫你選擇是 size 所以你就按下 save 就好了 好 那他就會告訴你說你的一個檢所結果 很多 因為這個畫面是可能會有點亂 因為這是我們之前 我的個人資料夾裡面就有的資源 然後你就畫面往下拉 這邊就會看到我剛剛儲存的資料 OK 這是我剛剛做的一個 預設我要有一個新的 alert 功能進來之後 他會幫你通知你的一個消息 所以上面這以上的上面 全部都是我過往以前說儲存過的一些資源 這樣子 好 這就是 email 到底自己的 email 的信項 他不會寄全文給你 他只是寄一個連結通知而已 OK 那只要在學校的當委內 你都可以做一個儲存 好 如果你要刪掉這一個 那一樣你就點進來 然後就按 delete 等掉就可以了 三條這一個 就不用下次就不用得寄到 我的這個信箱裡面 好 按下 delete alert 除了這以外 如果你要看多篇載要的話 一樣就是在前面的每篇文章 狂狂狂勾選之後 按下 view アプチェ 就可以了 就可以看所有的アプチェ 看所有的瀏覽 然後如果說你要利用他的 把你的這些載藥 加入到你的 那個 citation manager and note 的部分的話 你就要點這個 然後點 end note 點進來 然後他這邊修了很多個方式 這邊有個 end note 或者是其他的 ref work 等等的 可以去做你的選擇 下載到一個 數目營用軟體裡面 好 剛剛有提到 有個地方 就是可以介紹的一個 線上教學影片 就是在我們的那個 Science 的多媒體資料夾 這邊 多媒體資料夾 一個 tutorial 裡面 這邊就有一個 告訴你說他有提供了很多個資源 然後從這邊可以去看到 Science 所編輯的一個 介紹Science Online 怎麼樣使用的一個 線上影片教學 另外呢 提供Science 有 mobile 的網站 那你呢 就是在用自己的平板 或者是手機的時候 利用他裡面的一個 瀏覽器 來做一個社群 那你不用寄他的一個 特別的 mobile 的網站 他就直接幫你導入是 用 mobile 的方式做瀏覽 跟一般我們在 PC 或者是 notebook 上面的一個 頁面就不太一樣 他就比較 friendly 的一個 瀏覽的方式 那他其實也有 app 但是他的 app 只有提供給個人會員 因為我們有些可能 老師他們是自己 所謂的個人會員 個人會員跟學校的訂購方式 又不太一樣 個人會員有他們自己的 專屬的利益 所以這個 app 是他們的個人會員的部分 OK Maybe 他可能之後 會有 for institution 的一個 app 好 那最後提供的是一個 Science 他的一個 新文章的一個工具 就是一個 usage 的 report 他是看文章的 usage 好 從這個一篇文章裡面的 右邊功能列裡面 有一個 usage 有一個文具 點進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說 這篇文章 所被發表的 呃一個文獻裡面有的 呈現的方式 譬如說他 從這邊可以看到 他被發表在 九十七一頁的 Facebook 裡面 譬如說有兩個 video 有一篇在 highlight 裡面 有一個 平台上面有一個 highlight 等等的 如果你要看 detail 的資料 點這個 see more details 然後下方這邊呢 他有提供的是告訴你說 這篇文章所被 download 的一個次數 譬如說他的摘要的次數 他求人的次數 PDF檔案的次數 以及他被引用的次數 另外呢 他提供的是說 他的一個 就是每一個月份的下載的次數 從這邊你可以看到 所以你就可以從下載的次數 可以了解這篇文章的品質 他是不是很高倍學術所引用 那我們來點選這個地方 看他的 detail 從這個 detail裡面來講 你可以看得到說 他所發佈的有新聞的部分 或是發佈到 Google 的 Twitter 或等等 從這邊或者是 Google 家裡面 都可以看到 這些很多都是社群網站上面的 你都可以從這邊所取得的到 他更了解 很多人利用這篇文章 做的一些應用 都可以從這邊看到 譬如說這 News 的部分 我們點選了一個 Facebook 可能 很多人都會有看過這篇文章 可能就做了一些連結這樣子 這是他Size Online 新的文章工具 好 那我們一樣畫面呢 大家還是可以上網線上操作看看 不知道可不可以使用 還是把畫面留給你們 然後他會秀出說他是來自於哪一個 Size 或是 Science Express 等等 他都會秀出來 好 假設說我們要看他的學文 你就點 Fortem 我點的是 HTML 檔案 所以他可以做一些相關性的 Link 比如說這邊可以直接做一些 Link 點進來 那你就可以看到他的 他的參考文獻第七篇是這個 那我點七的前這邊有個回頭 那就會回到頁面內文的部分 好 假設說我想要當作這個圖片 你就把它打開來 按右鍵就可以了 或者這邊也有讓你下載他的 Slide OK wp ut 手太得不動了 你在確認一下好了 先拿一下一個問題 好 然後 再看一下 参考文件数目的部分 这是可以看得到 它的HTML档案 然后PDF档案的部分在这边 以及它的线上只有提供的相关资源 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它有提供很多的一个格式 这边是它的辅助工具 这是期刊的部分 那期刊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它可以看到的是Current Issues 还有过刊的部分 然后还有其他Size Expression等等的其他 那另外有多媒体的部分 从那边看 可以从那边列起英文 了解它的一些相关主题性的资源 还有互动式的海报 点进来可以看一下 互动式的海报的资料 相当多的东西可以从那边取得 那刚刚有提到说 它还有一个 线上的教材 在这边 影片的Portorials 如果你觉得今天我们的讲话 有点断断续续的 那你可以从那边来具体听 或者是画面往下啦 这边有一个 中国的这个 可以从那边再去取得 再去了解更多相关Size Online 怎样使用的资源 OK 好 有任何问题吗 没有的话 好